去年10月30日 韩国演员金筑赫驾车在三城洞附近 某公寓前发生车祸 车子侧翻 起火燃烧 他也因此意外身亡 周年45岁 当时小他17岁的女友李又英 接获消息后 也第一时间前往了解状况 他在灵堂前气不成声 出病时满脸憔悴 伤心道别致爱 许久都未出席公开活动 12日他现身电影发布会 谈到过世的男友又红了眼眶 表示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想他 他是一位给我温暖应援的人 会想象他在那里过得很好的样子 会在心里珍藏这份感情 努力继续演员生活 看来已逐渐坚强振作 希望他早日走出伤痛 相信粉丝们也会为他加油打气的 飞坚异乐 这里报道